謝偉俊議員 多謝主持 記者 請莫詩詩敢說謊 毛孟靖議員 現在不是你說話的時間 請你保持縮靜 謝偉俊議員 主席 坊間很多意見 覺得如果我們今次一個政改方案 不能夠向前大步 不能夠做到真正的民主化 就等於我們以後 都可能要 容忍著這個制度 直至到2047年 才有機會再有政改 但事實上 我的理解 包括《基本法》 包括中央政府 包括香港政府 從來都沒有提過 就說我們今次的政改 是好像懸崖那樣 今次不做就沒得做的了 這一方面令到大家 涉聞很多特別的聲音 就以為我急切性 是緊張到 如果今次不做 就要佔中 才能夠跟政府一刀兩斷 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可否清清楚楚地 包括香港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或者要求中央政府 提出一個很清楚的聲明 今次的政改 只不過是一個階段性的第一步 而是可以很快地 或者下一屆 也可以馬上就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作出適當的修訂 令到市民 沒有了這個急切性的疑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香港市民 很多人覺得香港政府 不能夠充分為香港市民 爭取應該有的民主 進行民主化 這一方面 司長 你本人可能由於過程中 那個一錘定音的說話 令到多市民 加深了這種誤解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司長你是否可以 亦都是如實地 向 不單止說 你們現在答應了 在文件上 說你們會這樣做 而真正正正正正公開地 向中央政府真實地反映 讓人感覺到 你是真是會去fight for香港的 會用香港的價值觀去爭取 而不是 好像有些政府的人士說 為了期望管理 不想令香港市民 期望過高會失望 於是就不敢出聲 太早接受這個政治的現實 謝謝司長 司長 謝謝主席 就著市民熱切期盼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這個期望在我們諮詢期間是非常清晰的 究竟市民覺得很急切或沒有那麼急切 恐怕這就不是我們可以主觀判斷的 但是我們能夠從收到的意見 親身出席的諮詢活動和落區去接觸市民 真是聽得到、感受得到市民希望很快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 而這個很快就是下一任的行政長官2017年 而這個正正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作了決定給我們的時間表 所以除此之外就不可以由我個人再來在這裡分析 究竟應該是調子或者這個步伐應該急速一些應該慢一些 反而我覺得既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 而這個亦與市民的期望完全吻合 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在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過程中 行政長官已經說過很多次 他與他整個問責團隊都是很有決心、很有誠意 可以做得到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也很清晰地聽到這個意見 往後的工作正正就是將市民熱切的期盼 能夠將它化為一個現實 讓市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 我在我的開場發言也說 對於市民用什麼途徑去表達他們的意願 他們的訴求、他們的聲音 特區政府都是聽得到的 我們亦都會如實地向中央反映 但是大家要明白最終都是要依著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來做